你喜欢吃雪鱼吗 这样子的鱼其实价格都蛮高的 不过很多人去热炒店 也可以以便宜的价格吃到 不过呢 捐家也说 其实雪鱼的价格贵量又少 所以很多店家是用大笔木鱼来替代 其实口感完全不同 价格当然也差很大 配料炒出香气再淋到清真鱼上面 这是热炒店招牌菜豆酥雪鱼 但其实市面上卖的大多都不是真雪鱼 一样一样 笔木鱼就是雪鱼 实际走访大卖场怎么样都找不到雪鱼 连员工也说大笔木鱼就是雪鱼 但其实两种不一样 这种鱼叫大笔木鱼也是俗称的扁雪 因为外观都是白色 肉质相似价格又便宜 专家说常被拿来混冲 怎么分辨 如果是以切片来看 真雪鱼以圆切面为主 肉质呈现瓦片状 如果是大笔木鱼肉质较碎 通常会斜切 以价格来看 真雪鱼一斤一千元上下 大笔木鱼一斤约一百五十元 价差大 贵的关系 一般家庭族 都会去买笔木鱼来代替这个圆雪 因为笔木鱼一斤才一百多块 看的时候很简单 因为这个圆雪的话 你看到有油脂的感觉 笔木鱼的话 皮 看起来很薄 没有这个 那个脂肪的感觉 看看料理过后 雪鱼跟笔木鱼 外观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差异 但实际拿给民众试吃 其实相比之下 口感还是有差 这就是它的Q弹度 是有点差别的 这个呢 吃在嘴里的口感呢 是比较Q弹 吃起来比较松散 比较有那个碎碎的感觉 如果大笔木鱼 假装雪鱼 标明不实 最高也可以开拔四百万 民众除了从价格把关 还得看外观 才能避免买到 混冲假雪鱼 三一续特朗 新年后 别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